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 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了吧 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 我宁愿不要 傻瓜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奔到许伯俊 说好了一辈子 一天都不会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 你笑什么 不是 动动脑子 我都有你了 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 吃什么醋啊 你跟你妈妈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我就不进去了 那你在门口等我 小夫 请您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让真相大败于天下 你隐瞒了杀死沐远航的真相 还不惜献出生命表忠心 是有求于徐伯俊的 如果不是你 我妈妈和哥哥的仇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 谢谢你 你看啊 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 只要有我在 你一定会平平安安 我两次喝醉酒 都是你陪着我 你这一次 不会又把我当成徐光药了吧 又 你看你都忘记了 上次你被人下了药 迷迷糊糊的 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是像这样吗 光药哥哥 姐姐每天都在这照顾你 就让他回去休息休息 之后我来照顾你吧 婉签在这里 可以帮到我很多 就不麻烦外人了 穆婉青 别以为你和谭司令那点事 光药哥哥会不知道 慢走啊 婉婷刚才没跟你乱说什么吧 没有 要是说什么得罪你的话 不必理会就是了 光药兄 你还是不了解他 他怎么能受欺负呢 就你话多 禀大成 绑架穆家小姐一案 是否是你所为 是 如果不是你一个人所为 那就说出幕后主谋 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禀大成 你如实招来 只要你尽息竭力 保护都军府的声誉 答应你的事 不会失忆 是否是你 你最后 你身份 禀大成 你身份 是 我身份 你身份 我身份 是 在几天 你身份 就是 你身份 依然有上面 小婷的那个确实是爸爸的 但这个女儿就不一定了 武功您还记得 这女童是谁吗 照片是晚清小时候的 只是 炸的像而已 那里上面的镯子